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目前北市请防疫假的学生已多达1.9万余人 多为国校学生 且中央估计本周至下周进入疫情洪峰 因此宣布高中职以下自下周起全面才远距教学 但授权各校自行决定是否回校 因为目前中央的规定 你说一个同班同学一个确诊 不管是酒工格 或是其他同学下到自己自动不来 或是不管是放假三天或以前放假七天 事实真相就是我们目前台北市 我们看最上面那条线 就是我们台北市请防疫假的学生 到底一天是多少 答案是这样 5月18号全部加起来是1万9千人 他是最高的吗 不是 我们曾经有超过2万人是请防疫假 所以我们这个学生里面 明明就这么多人在请假 特别是小学生 感觉上好像国中高中爸妈还比较安全 不是比较安全 比较勇敢 想说小学生父母都保护得很彻底 所以这很明显 小学生请防疫假的一大堆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想法是这样 这个是实际的状况 我们请防疫假大概就2万人 那与其这样 现在又考试又快到了 那又特别是中央估计的红红 你知道 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本来我们估计是16号到23号 因为大家比较slow down 所以估计应该是 另外也是黑数 看不清楚 所以大概就在这几天 特别到下个礼拜 所以决定是这样 既然实务上 我们请防疫假的学生就已经2万人了 所以干脆这样 下个礼拜开始 国小国中高中 我们就在实施远距教学 但是这样 有需要到学校来就来 所以考试 可以返校实体办理 所以5月23到5月27 我们在进行远距教学 但是如果每个学校 授权每个学校自己决定 你需要回到学校就回到学校 那国三跟高三 现在叫国九 国三跟高三 这个我们从5月23起 就开始远距教学 一直到毕业典礼 反正你们现在对付的是联考 那当然有需要回到学校 就回到学校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 国三到高三 就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一直到毕业典礼 我们就远距教学 需要回到学校就回到学校 这个学校决定 柯文哲也说 有需要到学校来就来 考试还是可以返校实体办理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教学学校文哲也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